醫師學校的合作社 很多不販售含糖飲料了 但出了校門 人手一杯覺得小確幸 但是一天攝取量含糖已經爆表 方便人手一杯這個 有點滿可怕的 吃個全糖的飲料500cc 起來幾十克的糖就在裡面了 吃到我們體內 很容易就吸收到我們身體的血液裡面 它就源源不絕地給我們身體的 每一顆細胞給它原料去燃燒一樣 燃燒之後就產生了廢棄物 我們身體裡面常常講 它叫做氧化壓力 這氧化的壓力就造成 每一顆細胞會有點受傷 因此你可以選擇半糖或無糖 防止吃進過多的糖 根據WHO建議 承認一天上限糖分是6茶匙 一茶匙是4克的糖 等同24克 你知道自己一天到底吃下多少糖嗎 吃生菜沙拉是很健康的飲食 但是你知道嗎 上面的沙拉一湯匙就含有一茶匙的糖 而這個慕斯甜點 它這樣一個甜點 可能就有含兩茶匙的糖 飲料沙士或者是可樂 就一杯含有10茶匙的糖 而根據統計 最容易上癮的就是披薩 披薩上面的番茄醬一片 就含有一茶匙的糖 你可以算算一天就超過6茶匙糖的上限 鼻臟癌 我們常常說癌症之亡最早就掛了 時間很早就進展到木齊 裡面跟糖的代謝是有關係的 其實要讓細菌好的細菌長好 好的細菌長好其實要提供它們點養分 添加糖的危害不包括新鮮蔬果和牛奶所含的天然糖分 醫師舉例如果吃兩個柳丁就有飽足感 但是喝柳丁汁恐怕要喝到十幾杯才會覺得飽 不同的是吃柳丁還能提供腸道好的纖維素 就是腸道裡好聚最好的營養素 再舉例 稀飯白飯和提瓜飯 哪個升糖指數最高呢 地瓜白飯 稀飯 寒極的澱粉裡面的纖維素 遠遠高於稀飯跟白飯 所以它相對的GI值就是比較低 因為它吸收速度是比較慢的 同樣的澱粉也有聰明的吃法 台灣外食人口多 要美味又要方便 業者又要均衣化和薑粉球粒 加進添加物的比不佳的海多 新的統計 台灣吃最多添加物食品的是這兩個地區最多 大家都以為經濟力好的 雙北的地區是最胖的 其實沒有特別胖 反而是在東部南部 反而比較虛胖一點點 含糖量的攝取跟添加物的攝取 跟這個肉的品質 當然都還是有差距 不過醫師提醒 只要飲食均衡 盡量吃新鮮天然的食材 並有意識降低吃進含糖食物這件事 就不用太擔心